人的痛苦往往来自于看不透,舍不得,输不起,放不下,人生很大一部分烦恼,来自内心无法安静的烦躁,人到一定年纪,往往会觉察到越是在安静的环境里,人的心灵越平和,其实,所有平静的背后都是一场场的修炼,越是安静的人,生活往往越高级,只有安静下来了,诸事也会变得好起来了。 一个人最大的修养,都从安静开始,读国学文化,品人生百态,欢迎订阅国学心旅。安静,是一种养生。白居易有一句至心名言,自尽其心言寿命。 无求于物常精神,一个人的心态平和与否,往往决定了生活质量的高低,一个常年心态平和的人,延年易受,不会因为外部的欲望和干扰,而担忧不止,焦虑不堪,反倒精神饱满,从容淡定。 反之,一个经常心态起伏不定,心思难定的人,则往往气血不足,心神俱疲,难以持续地保持好状态。 正如周国平曾经写道,人生最好的境界是,丰富的安静,安静是因为摆脱了外界的诱惑,丰富是因为拥有了内在的宝藏,显然,心清静了,一切都显得不过如此。 心情好了,生活起来自然无忧无虑,从容自得,安静的生活,是一种静心修养的养生,善待自己,安静生活,就是善待身体,让安安静静的生活状态,成为治愈一切的良药。 舒本华曾经说,一个精神富有的人,会寻求一种安静,简朴的生活,因为一个人自身拥有越丰富,他对身外之物的需求也就越少。 当一个人能够随时随地地安静下来,贴实地体验生活,感受生活的话,才能抵御住生活的折腾和暴击。 安静,是一种修养,一个人有修养的表现。 就是要学会安静,鼓噪的人,一方面令人生艳,另一方面也是内心空虚的表现,只有沉得下心,努力丰富内心,才变得内心丰富而安静。 流静水深,人静心深,就是告诫我们,要学会闭嘴,才能丰富内心,内心浮躁的人,都鼓噪。 而内心丰富的人,大多都安静不妄言,佛经中有言,不恶口,不两舌,不妄言,不起语,说的都是管不住嘴,乱说话,无法安静的人做出的事。 多言必定多获,沉静长子心安,与其说些没用的废话,不如静静读一本书,很喜欢明代沉济如在安德长者言中的一句名言,读书随处净土。 闭门即是深山,安静是一种修养,是一种内敛且高贵的涵养。 说恰当的话,做恰当的表达,保持持续不断的努力,让自己成为一个有修养,内心丰富而安静的人。 安静是一种智慧,时间总是扑面而来,我们渐渐在时间的流逝中变得释然,开始感悟时间的不语, 却在也在无声之中,教会了我们很多东西,物欲横流的现代社会,每天大量的信息和无数的选择,让人眼花缭乱。 如若人心被太多繁重的外物牵绊与奴役,人生中会变得疲惫不堪,因为生命之周。 终究无法承受太多的东西,也许会在年少轻狂时,曾不懈地与安静孤独对抗,直到有一天,终于能冷眼旁观,平和地接受生命的真相,开始触及到自己长大成熟的痕迹,于是感恩这份珍贵的安静与孤独。 在安静的世界中,产生人生乐趣,感受五彩缤纷的热闹背后,藏意着的真实世界,明白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,安静的不争不扰,从容不迫,懂得事实沉默,如空谷幽懒。 安静是一种温暖,是一种态度,它可以沉淀浮躁,过滤浅薄,安安静静,亦是一种优雅。 安静是一种智慧,懂知足,静如水,安享一片湛蓝天空,安静是一种素养,平静做人,平静处世,平静安然。 安静是一种知足。 伊比纠如说,谁不知足,谁就不会幸福,即便他是世界的主宰,也不例外,一个不懂得知足的人,总是要求很多,该得的,不该得的他都照单全收,不懂得满足,心里的欲望很大。 所以,即便是拥有了一切,自己也不会觉得幸福,因为他不懂得知足常乐。 相反,一个懂得知足的人,哪怕是吃到一根长久未吃的冰糖胡萝卜,也会轻易就获得一份快乐。 因为他当下的快乐,就是这根冰糖胡萝卜。 知足的人,内心宁静,不会因为禁不住诱惑而影响情绪,不会因为不懂满足而影响心境。 在生活中,每个人都想拥有更好的东西,可现实中,并不是谁都有能力去获得更好的东西,只有用平常心来对待生活中的每件事,不过于强求,懂得知足,内心才会宁静。 当一个人内心是知足的,那这个人的精神世界也是足够富足的,他会安静地为人处事,也会安静地去生活,能更好的面对生活的起起伏伏。 一个人并不是拥有的越多。 越富有,而是懂得知足,一个人学不会知足,那便永远不懂得幸福的奥秘,成年人的生活本就没有容易二字。 我们所拥有的快乐实际,大部分来自于自己的内心,内心知足了,便会感到幸福,感到幸福了,便会感受到真实的自我。 人生短暂,我们不需要用过长的时间去证明自己的人生感悟,更不要忙忙碌碌大半辈子,最后还没享受就离开了,我们要学会享受当下的生活,学会知足常乐,学会为自己而活。 一个懂得知足的人,也懂得及时放下自己心中的忧愁。 更懂得为自己而活,这样的人恰恰才是最懂生活的人,才称得上是真正的幸福的人。 安静是一种心态。 不问花落吉许,流年几度,不管荣与辱,舍与德,闲居下来,侧耳听听风拦,仰头观观云海,一杯清茶,一笔涂鸦,一段年华,给自己片刻的安宁。 像白落梅那样,在午后慵懒的阳光下,将一盏茶,喝到无味,将一首歌,听到无韵,将一本书,读到无字,将一个人,爱到无心。 安静,不是失去希望时的心如死水,而是褪去青涩后的内心繁华,在悠然中。 静静抚慰悠悠往事,深情接纳绵绵思念,在知足和感恩里,淡化岁月风霜,浓郁人间烟火。 真实的人生,总是泥沙俱下,有情有语,有笑有泪,经历过崎岖,体会了悲喜,安静,就是随手翻解内心最柔软的那个角落,翻开过往岁月的离合与悲欢,也翻开江湖人生的心事与情怀。 直至最终懂得,其实人生,只需要灯火阑珊的温暖和柴米油盐的充实。 杨将先生曾说,岁月静好是片刻,一地鸡毛是日常,即使世界偶尔薄良,内心也要繁华似紧。 岁月只是偶尔静好。 生活每天都有烦恼,所以,不论经历多少坎坷,都要有一份对美好的向往,对生活情趣的渴求,对未来的无尽契迹该来的东西,不要错过,该去的东西,也要放弃。 安静,是富有的开始。 很喜欢这段话,让那些安静,安定下来,工作和谋生,踏实而勤恳,待人出事,和顺气畅,当你不再急躁,喧哗,方能好好整顿生活,把每一件事有条不稳地干好。 安静,是退出他人的热闹,回归自己的世界,有一位女士读了围城后,觉得甚是喜欢,写信给钱钟书说。 一定要见一面,钱钟书却委婉拒绝了,假如你吃了个鸡蛋,觉得不错,又何必非要见到那只母鸡呢? 高质量的安静,胜过低质量的热闹,安静,是一种高贵的气质,给生活做减法,给精神世界做加法,专注于自己喜欢的事情上。 人生最好的环境不是诗,也不在陌生的远方,而在于平静下来后发现,眼前熟悉的一切皆心之所往。 人生,先要清空自己,不被世间繁琐,侵扰心灵,当你的心静下来,你会发现,生活中许多美好,都来源于内心的安静。 越有静气,越内敛高贵。 人活一世,不如一者十之八九,那一二世性事,往往就是身上的静气吸引来的,因为有了静气,所以,才会内心淡然,对待事事,没有那么在意,不会去执着矫针。 人,身上一旦有静气,无论顺境也好,逆境也罢,都能找到自己与生活相处的最佳方式,遇到困难的时候,不哭闹,不气馁,等待时机,默默地修炼自己。 遇到麻烦的时候,不纠结,不缠绕,该放弃的就放弃,安静地磨砺自己,遇到低谷的时候,不执迷,不颓废,该弥补的就弥补,静静地提升自己。 一个人,身藏静气,方能看到繁复后的清洁,能在波澜起伏中淡然,会更懂得取舍,更有感悟,所以,人越有静气,越强大,可以微笑着迎接未来。 人这一辈子,如果你能以安静的姿态,去面对生活中的风风雨雨,在心态上,你已经赢了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,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